每次我走過這個街市 見到那些小販高聲叫賣 從他們的聲音裡面 我好像聽到充滿活力的生命之歌 就因為他們 這個平凡的世界 才變得不平凡 所以我決定將他們感人的故事記錄下來 作為我對他們的敬意 這個故事叫做小戶人家 李安球監製葉世雄編導 司徒金林編劇陳偉明錄音 並且由謝韻怡、溫泉、譚翠蓮、姚秀玲、盧韻賢 盧偉力、莫家驅、丁欣、楊麗仙、林友榮、曾永強、蔡雅閣、解米安、陳炳球等聯合播出 小戶人家第一回 現在開始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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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逗τα 來 早安 好 早安 原來送外賣這麼辛苦 走得我腳都軟了 老婆,先休息一下 你不做習慣就是這樣 那個死人西裝傢伙 十七個多,都要我找 兩個多人錢,貼士都付不起 看他西裝滾滾,想不到他這麼沾沾 老婆,給是人情 不給是道理,怎麼這麼勞氣 我還是不送外賣了,你叫阿昌送吧 是呀,今天不用你幫忙 回家煮飯給兩個女兒吃 我現在累到死了,不回了,先坐下 不好意思,月嬸,原來你在這裡 你開檔了嗎? 不是,九嫂,我還要多休息兩天才開檔 我看我在兒子裡住得悶悶地 想起九嫂的奶茶,就特意回來街市逛逛 是啊,這麼關照 二嬸,我說你賣習慣 一天不來街市就不安心 是不是? 行了,奶茶吧,給你一件蛋子 九嫂,什麼呀? 要到你出來帶排檔 有什麼辦法呢,二嬸 送外賣的那個夥記被人拉鬼了 那我就唯有在旺市的時候出來幫幫忙 哦,是不是那個新請回來的年輕人 那他為什麼會被人拉了呢? 哎呀,別說了,都是我們一時大意 貪他人工便宜 誰知道原來他是用假身份證的 哦 那就是被警察拉鬼了他 哎呀,那就真麻煩了 現在叫起手上來,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又不是呀 我們貼了街招一天而已 就有兩個人來問工了 不過我們沒有請他們而已 哎呀,那些人來到香港呢 就以為香港好像有金汁那樣的 蛇到死,哪來靠得住的 哎呀,九嫂 那又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 他們有些下來了香港 都幾肯腳踏實地,幾勤力的 哎呀,二嬸 哎呀,大茶、膽子 哎呀,謝謝你 說又說,二嬸 呢,我的老公有個侄了 下來了不夠一年而已 已經轉了三份工了 對呀 動一點點,又說炒老闆、魷魚等發達 是嗎? 哎呀,老婆 什麼呀 大舊不是那些好食懶非人 大舊是不是呢,我就還未知 不過跟他一齊下來那個大頭文 聽說他四周去騙人的錢 你知不知道 大頭文又還大頭文 大舊又還大舊 哎呀,這樣就好難說了 怎麼路是你說的 哦,李方他不是明知你沒有兒子 啊,以為你是你的親侄呢 那你整副身家就一定留給他了 那就先下來了 哎呀,拜託你啦,老婆啊 我現在有很多身家嗎? 一怕人忘了他 是呀,是呀,是呀 我現在踩到你的侄了 廢話要跟他說 我先喝一杯檸檬水給我喝一下 好呀,好呀,等一等 對了,二嬸,你沒有開檔這麼多日 我還以為你退休了 哎呀,九嫂 什麼你敢說啊 我還有一段時間熬啊 哪有這麼快退休啊 不過去了那些子女的樹住了一段時間 哎呀,二嬸,你都熬了三十幾年了 還不夠嗎? 哎呀,現在兒子大女大樂 都很應該享福啊 沒錯,那些兒子對我很好 個個都爭著叫我去住 但是我賣開東西 忽然間叫我退休啊 一日流流長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悶啊悶到死啊 那也是啊 啊,頂水啊,老婆啊 二嬸,現在你更好啊 啊,終於去個大女兒住幾天 不對,又去個小兒子住兩天 再不是的,就開幾天當 又不用休柴休米,好過退休得多了 那倒是呀,九嫂 你又來笑我了 我休柴休米那時候你又不知道的 哦,誰說我不知道啊 三十幾年前,你初初埋街邊 那些兒子是吸大吸小 是呀 找招人不得晚 那時候不是休柴休米 是啊,是啊 是啊 啊,這樣二嬸都算本事的了 就靠買幾個水果而已嘛 就養大一班兒子了 嘩,現在那個大女兒 還教到一個好老公 幾個兒子都大學畢業了 哎呀,管什麼事啊 都是多得那些街坊幫忙 那些熟客關照而已 嘩,幾乎 什麼姐 我曬鐘了 啊 還不回去煮飯給你女兒吃 是啊 只顧著打牙膠都忘記了時間 哎呀,我先走了 第二節談了,二嬸 哎呀,我也走了 九叔,收錢 喂,二嬸 你又不用開檔了 坐多一陣吧 嗯,我去找小妹和琴姑 不可以打牙膠了 啊,好嘞 哈哈 喂,喂,喂 好漂亮菜心西洋菜了 喂,不買得看 小妹呀 那些鹹水草快要用光了 她在二嬸裡拿新的下來 媽,你後面就有一摘了 我剛才說拿下來 哎呀,是呀 喂,好漂亮菜心 買東西了,買東西了 好呀,便宜點賣了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買什麼呀 菜心呀 好漂亮呀 三元斤而已 啊 嘖 啊 嘖 他啞的 喂,你買什麼啊 菜心啦,芥蘭啦 西洋菜買什麼 哦 不會,不買草譽啊 他是另投 哎 三啊 你是不是想買東西呀 啊 他拿了一張紙出來 小妹 聽聽說什麼 是甚麼來的? 是寫字嗎? 噢! 她說是龍啞福利會 他們製作一些手工藝品 賣來籌款的 希望我們幫她買 有甚麼買呀? 有甚麼買呀? 填袋 還有雙架 月力 還有這些東西 填袋挺好的 用來再賣東西的錢也好 不知道她賣多少錢 也不知道是否騙人 她知道張紙 張紙是否有價錢寫在這裡? 是呀,看看 錢袋…錢袋… 錢袋是五十元 甚麼?五十元? 你這個大頭鬼 想吃別人的屎 你貴嗎? 我這麼難貴這袋 最多是六、七元左右 甚至五十元這麼貴呀 小妹,做善事嘛 貴得多少呀? 是呀 別吵了 哪裏五十元 等一下… 你這個大頭鬼 是呀 我警告你呀 你真是拿些錢來做善事 才好 要不然讓我知道 我便把你的大頭鬼扔下來 小妹妹 別這樣啦 比起人家啦 拿著呀 大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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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文,怎麼了? 帶我去哪裡? 大頭文 大頭文 那兩個人搞甚麼呢? 拉拉扯扯的 做得這麼快 你猜會不會是騙人的呢? 怎麼知道 媽呀,錢都給了人 不過我認得很清楚 他們一個頭大大 另一個粗眉大眼大大隻隻 是這樣的 如果讓我知道 是騙我們的呢 他們便知道味道 喂,小妹 二嬸 誰氣到你呀 這麼生氣 沒有 對了 你回來了嗎? 開房了沒有? 二嬸的命 休息夠 休息多幾天 逛世界呀 對了 剛才那兩個人 怎麼跑得這麼快 那兩個呢 他們又買那些龍啞人做的手工藝品籌款 我還幫他們買了一個錢袋 對了 我看一看一看 那個錢袋又多好呀 還有一個暗袋 還有拉鍊 是呀 那要不要五十元呀? 算了,小妹 做善事就不算得這麼多 做善事當然是無所謂了 不過我看那兩個人不像龍啞 都不知是否扮龍扮牙騙人呢 嘿嘿 小妹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壞人的 好難說啦 二嬸 你不是不懂街口買香港口那個六叔的 他兒子呀 有事不去做 只是懂得攤大手板 和六叔拿錢去享受世界 搞到六叔頭都大賣了 好可憐 一枝竹膏不可以打一旋人的 唉 講講下 買了一枝了 媽,肚子餓呀 我去牛雜路吃碗麵先 你要不要 我不肚子餓呀 喂,快點回來 行行行行 二嬸,我請你吃 多謝了 我剛才才在九叔那邊吃完東西回來 你不吃嗎?那我自己去吧 來 大舅呀 這道牛雜 不知道有多漂亮 嗯 香噴噴熱辣辣 一流 大頭文呀 吃就快點吃啦 因著走鬼呀 唉,走鬼就更對啦 我們吃這兩碗牛雜麵 可以逢之不用付錢 喂,大頭文 這樣怎麼行呢 人家的東西要成本的嘛 你吃了東西不付錢又怎麼對呢 唉,大舅 說一下而已 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你是不是真的走鬼呀 嘩,對了 你剛才爲什麼琴琴車的拉我走呢 做什麼 還好說呀,大舅 什麼事呀 我差點給你搞我躺貪呀 搞我躺貪 嘩,你又躺貪呀,搞我嘛 是呀,你看我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本人買龍瓦福利會員 為了籌錢 喂,大頭文 你什麼時候去了龍瓦福利會做事呀 什麼事呀 大舅 連你都騙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大頭文 原來你是 沒錯 哦,裝龍扮啞 首先就博人同情 然後呢 就給他一張 事先印好的紙給他看 再向他推銷 一些所謂龍瓦人士 趁手做的手工計筆 嘩 那些人打算做善事了 不計較的東西貴那麼多 有些猛佬呀 還自動捐錢給我呢 喂,大頭文 你這樣只是靠騙搵食 嘩,大舅 我們這麼辛苦下來做什麼 無非都是為了想發達 享受世界 現在我這樣多好運呀 為什麼不賺多點 那又不對啊,大頭文 做人的事要泥水佬開門口 過得自己過得人 你騙人就好地地 你有沒有想過 被你騙過的人會怎樣 嘩 騙過一百幾十五元 用死嗎 都是不對的 喂,大舅 你這麼正直 你最近做得好點嗎 唉,不要提了 昨天才被人炒魷魚 唉,大舅 那就是了 中中直直是中衰黑食 好像我這樣現在多好呀 分分鐘一日賺錢 多過你熬十日八日 喂,大舅 喂,媽媽,你沒事做 不如跟我玩吃 我們一起闖世界 不去 總之我不會騙人的 大頭文 你也不要再騙人了 那些人對我們的新移民 已經印象不好的了 你還在騙人 只要那些人對我們印象更差的 唉,大舅 那你不同我呀 你不行 又你開大牌當阿叔照 我不行了 我不行嗎 餓死的 又不是這麼說 做人的事安安分分地找兩餐 應該不成問題的 為甚麼要騙人 不用說了,大舅 人各有志 你不用勸我了 你不喜歡和我一起發達的 我不強迫你 但你也不用知道改變我的主意 總之 這餐牛雜麵我請 喂,大頭文 我不是說甚麼 我怕你被人抓 大舅 只要你聰明一點 有甚麼不對勁 立即鬆人 真是害怕都沒害怕過 喂,走鬼 走鬼 真的走鬼 走鬼又要公安的 你也要走鬼 大舅 是不是天在我呢 真是走鬼 總之又吃多兩碗 喂,不要啦 等人家走鬼 完回來就給人家錢 唉呀,大舅 你不要走our 你不要走 大姐, 你拘捕我幹甚麼? 拘捕你幹甚麼? 你真膽子 騙神騙鬼, 走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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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在裝傻裝模 快點回水 回甚麼水? 我一頭沒水就真 還在裝傻, 不放手 你再不回水, 信不信我報警抓你? 我行得正, 站得正, 怕你報警嗎?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正, 沒有句, 沒有理由 你一天不回水, 我一天不放手 你不要動 大姐, 你說道理好不好? 甚麼?不要動 你這樣算甚麼? 算甚麼? 對付你這種人, 用甚麼說道理? 好, 你不跟我說道理 我更加不用跟你說道理 你放手 放了, 不放了 如果不是, 我不跟你客氣 放了, 不放了, 不放了 怎樣怎樣怎樣 不放嗎? 不放了, 不放了 不放了, 不放了 你不放了 你不放了 扔死你了, 扔死你了 扔死你了 你這麼痛, 放了你了 你這個私人大夠衰 扭到我的手這麼冷 這就叫小情大戒 等你下次不要這麼霸佔 你這個臭人 臭人 我走了, 再見 臭人 臭人 好 二嬸, 下個月公會有蛇吃, 你知道嗎? 是嗎?琴菇? 我不知道, 是要預約我 那你就要問問芽菜佬, 看看有沒有位置 你看, 細妹生氣了, 回來 是呀 細妹, 又說你吃牛雜麵, 怎麼這麼快 不要看了 細妹, 你看你好像谷器琴她 我怕牛雜麵不能吃, 當然吃了貓麵 二嬸, 我剛才在牛雜路那裡, 見到那兩個人 哪兩個人? 哪兩個人 賣錢袋給你那兩個人 哦, 他們是嗎? 那又怎麼樣? 怎麼樣, 那個大頭不是啞的 幾歲呀, 那個不是吧? 你有沒有搞錯 他剛才明明不能說話 我一點也沒有搞錯呀 我明明親耳聽到他們說話的 他扮龍扮啞而已 啊? 扮啞? 哦, 那就是說 他幫龍啞人籌款那些是騙人的了 是呀, 看見他們的樣子 就知道他們好人有限的了 哎呀, 細妹 你也相信他 你也知道他是扮啞的了 竟然也不用這麼生氣, 爆爆回來的 不生氣我假的, 那就欺負我了 哎呀, 你整個牛黃妹那樣 你不欺人家已經偷笑了 什麼呀? 還說不可以欺負你 不是呀, 真的的 那怎麼辦? 他們怎麼欺負你呀? 那個大頭子見到我呢 就走不走的了 那個死大頭子, 那個大頭子 我又叫他回水了 他不肯我, 又不認騙我 還扭到你的手, 鬼子那麼痛 還不用問的 當然是你先撩人 要不是, 人家會無端地扭你的手 我哪裡去撩他 我扯著他的衣服, 叫他回水 是嗎? 是嗎? 你明知道人家是壞人的了 那幾十元就算了, 還拿什麼 誰呀? 誰呀? 我怎麼知道他會大隻雷雷, 欺負女仔那麼壞 你怎麼樣? 有沒有被他扭傷? 扭傷就沒有 不過這樣給他玩法不低 沒事就好了 不過聽你們剛才這樣說 騙你的那個就是大頭子 那個大舊佬, 可能是認識他的 大舊佬未必是同黨 都不算是好人 為了一個三不識七的人 這麼勞氣幹什麼? 不勞氣就假了 這麼大的女兒 都未被人扭的手那麼痛 不要讓我下次見到他 要不然他們就知道死 人家這麼大隻, 你不怕他嗎? 大隻又怎麼樣? 大隻就當番薯, 我怕也沒怕過 小妹, 你不用那麼生氣 那不如我請你吃一碗雲吞麵 補薯 真的嗎? 二嬸 當然是真的 我見你去兒子那裡住了這麼久 你天天幫我餵貓 算是獎勵一下你 是的, 二嬸 說起你那隻阿波波 他真是閹沾腥悶 這些魚隔了一晚 不新鮮, 都不吃 是的, 我波波 好嘴尖的 是的 我每天都買幾元新鮮魚給他吃 隔夜魚他不吐豆 我每天幫你餵貓 所以二嬸請我四三碗雲吞麵 也是物有所值的 是, 當然是值 你這妹妹 騙了人請你吃東西 還大條道理 小戶人家第一回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不趕快 你打不上把它看見 你看自己不要活 你懂什麼 好這給我 你認真 我快點對我 我快溃你 我快溃我 不停 我快溃你 你難以我 有聲音 我快溃我 你買回 我快溃你 我快溃你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我快溃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